今天我们拿了一台三星旗舰系列中的S23加 它还会不会成为230的安卓牌面 让我们来一起看一下 哈喽大家好 我是天夫 关注我为你的爱机保驾护航 这是一台国航的三星S23 Plus 12加256G内存的 这台的颜色叫优物籽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这款包装 它的上面是一张卡纸 然后下面就是这款手机 然后看一下这个包装盒上面的夹成里面 这个里面放的是说明书以及数据线 三星从上一代开始就不送送电头了 也是跟苹果一样说是环保 然后我们可以来看一下 这款机器可以算是S23系列中的大杯旗舰 S23 Plus和S23除了屏幕大小 重量和电池容量 其他都没有区别 正面采用的是圆润边角和直面屏幕的设计 说到三星的屏幕质量 你完全不用质疑 看它的边框控制就非常的三星 和上一代一样非常的窄 120Hz自适用刷新率使用起来非常丝滑 1200尼特的激发亮度 即使在强光下的显示依旧很稳 而且三星的色彩也算妥妥的第一梯队 正所谓肥水不留外人田 三星永远把最好的屏幕留给自己 三星S23加的边框采用的是铝合金的材质 仅有7.6毫米 背板是一块哑光玻璃 磨砂的背板触感非常的细腻 透支主纯三个小圆圈的镜头设计非常的简约 整体看起来比较小巧很精致的感觉 6.6英寸的大小整体和13Pro Max相当 握持手感个人感觉要比13Pro Max更好一些 作为安卓阵营公认的牌面 S23全系标配第二代骁龙8移动平台升级版 就是比通用的骁龙8-2性能更加强劲 在散热方面得到了很大的优化 然后是镜头方面 虽然没有像S23 Ultra那样强悍的两亿像素 后置5000万像素也完全够用 也最实用 我们来看一下它实拍细节的方面展示的非常到位 也可以使用长焦拍摄放大的景象 即使放大30倍显示依旧很稳 这种成像效果不得不让人感叹 这款型号相比S23有更大的屏幕 4700毫安的大电池和45瓦快充 也弥补了续航的短板 属于是性能外观还有质感都全线拉满 好的本期视频就到这里了 感谢大家观看 关注我买手机不迷路 再见